吴组长 你好 你好 罗秘书 老朱 听说那个 咱俩还老乡呢 你也是北京的 那个 我 我北京的 东北的 我 我妈是北京的 那算半个老乡了 对不对 老朱 留个微信呢 好啊 你多少号 别老土 一扫就可以了 二维码 你这贱男小王子啊 这是贱婿的字样吗 听起来差不多 我也是这样 好好 好 他叫贱男小王子 好奇怪的名字 贱男小王子花心大魔 没什么 我跟他又不是一个部门 喂 聪儿 我想找你谈谈 你说 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吧 好啊 太好了 你有空啊 有有有有 太好了 好好好 那那那那我们晚上见 好 海葱 这儿 你这样那么多钱 就请我们在这种地方吃饭 我从中午就没吃了 没事 好不好意思让张总破费了 谢谢张总 破费什么呀 这不应该的吗 对了 我早就应该请吃了饭 你怎么今天不说呢 我吃了小葱会带你来 来 你怎么知道的 走 这个 咱们这第一杯酒啊 来 恭喜你进入咱们公司 好 来 不对 第一杯酒应该敬最重要的人 和最重要的事情 普通 我们敬张总 谢谢张总 让我们两个在生命中相遇 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所有幸福生活 我们两个要谢谢你 巫通 我们干了 你随意 那什么我告诉你们啊 在公司里的我 多为你们分担的多造的 都是应该的 咱这第二杯酒 第二杯酒 我们两口子还是要敬张总 祝张总事业步步高升 祝您的婚姻美满幸福 对 跟顾美美 恩爱白偷到了 对 来 我们干了 来 我们干了 您随意 这第三杯酒呢 草儿 您好啊 这第三杯 我一定得恭喜你 买上 我来 我来 第三杯我要敬梧桐 乌桐 谢谢你 走进我的生命中 我们俩一定要白头偕老 不离不弃 乌桐 我永远爱你 却不劈腿 记住你说的话 对 白头偕老啊 慢慢 乌桐 这样 难道打了一个 你也打歌了 乌桐 这杯我得敬你了 真的 我 对不起 我们俩子就三杯的量 武桐 上个厕所 好 他路上的时候就要上个厕所 草儿 小罗 草儿 小罗 小罗 你跟那林峰什么关系 他是我的老板 我是他的助理啊 不是 你们俩没其他关系的话 林峰那种人不会看上像你这种类型的女孩的 你太龌龊了 你告诉我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我想知道 你真的想知道吗 真的 那你要付出代价了 行 我说吧 那我要你先保密一件事情 我发誓 我还没说呢你就敢发誓 不是 你说了我发誓 好 我要你替我跟梧桐保密我们俩的夫妻关系不告诉过我的任何一个人 我发誓我将保密你跟梧桐之间的夫妻关系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随时万断 不行 你要说完整的一遍 行 我张华发誓 我绝对会保密你跟梧桐之间的夫妻关系不告诉任何人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我随时万断 其实我跟林峰 是真正的上下级关系 走吧 这吃点啊 这家不好吃 那怎么换一下 不了 我们俩去吃烤菜 你买单 太厉害了 谭小杰你让张瓦僵了 你以后怕我的时候不要那么复杂 我听不懂我还要翻译 我冠着 我冠着 你太帅了 什么 你太帅了 你刚才为什么让我上座水家 我怕他灌你酒啊 那欧洲之后你们谈什么呢 聊点公事了 什么公事啊 好像他保证是要告诉别人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啊 他保证你就信 他已经诅咒发誓了 你怎么不愣啊 吃个瓶碗呢 烧一下呗 不是 烧了 切一下 你说明白我早就切了 那 这电话 我兜里兜里兜 是 喂 你现在别跟我说这事 你等我明天公司处理去 谁啊老公 没什么工作囊的事 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老婆 是这样啊 有一公司想跟咱孟金元 搞一个合作项目 人特别有诚意 谈得也差不多呢 后来呢 我相信我就想笑 后来人来了 林峰没来 人觉得 算了吧 你那没诚意 好 后来我就跟人联系 我说这事我来谈 答应了 那不挺好的吗 对呀 我一想 我正好找一个机会 表现一下 让爸爸看看我的能力 那你昨天晚上应出去了 吃饭去了 吃什么呀 啥锅啊 这股可好吃的 那 你没骗我吧 老婆你能 你他不能疑神疑鬼 对不对 我对你说的全都是实话 一点假话都没有 那你想对谁说假话 孙小雅 他算个屁啊 他就是个屁 公司迟早都是我们家的 就是咱们家的 老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马上回来了 马上回来了 那那那那 娜阳 咱们怀上没有 他能怀上吗 这一个大大的威胁就没了呀 我跟你说 娜阳一看就是一不下单的鸡 吃有苹果 嗯 好好补补 我跟你说老婆你 你争口气 你吃 你得多吃 你得赶紧给我们顾佳生一个 接班人 嗯 我就是接班人 需要生什么样子 咱得生一个小小接班人 啊 让我们顾佳的选外延续下去 是不是 哎 嗯 少 少玩电脑 嗯 多吃水果啊